配合108年新课纲各校是积极推动创课教育 引领学生动手做 而这一天台中加商市集结了全台各地30所的高中纸学校 展现创课成果 包含有三体烈衣、雷射雕刻跟金工皮雕等作品都让人惊艳 而除了彼此是互相的学习观摩外 更能够激发学生的创意发想 展现多元素养的学习成果 众人见证下全国高中职创课教育成果展正式启动 结合108年新课纲鼓励学生动手做 这天30所高中职学校在台中加商 共同展出创课教学成果 除了我们学校展出以外 还有总共有30所的学校共襄盛举 那来自全国各地的FabLab好手 大家今天聚集在一起 那对同学来讲也学习到了动手做的快乐 还有就是把技职的食物和我们的一个生活结合在一起 所以等一下我们的孩子还会展示他们各科所设计出来的一些成果 学生们互相观摩 包含3D列印 雷射雕刻 金工皮雕等作品都让人惊艳 不光是激发学生创意还是完成作品的成就感都让学生收获良多 也让创课教育向下扎根 学到了如何让学生动手实作 以及学到如何建模 以及雷射切割 3D列印机等食物的操作 以及相关的维护 那我们在这个地方会学到如何精进我们的创意 让它实现为真正可以发展为可以实用的作品 然后尤其是在108课纲里面我们要有跨域的学习 然后还有实作的一个课程 所以希望这个Beverlag这个部分呢 能够实践108课纲 那今天的一个成果展呢 也让各校来做一个观摩学习 然后回去再推广他们各校的特色 校方表示五年来和全国高中职创科伙伴 共同推动动手做的制造教育 学校也设有两间制造实验室 提供学生更多实作课程 彻底落实技职教育学训用合一的目标 记者张伟玲台中采访报导